如果能够看到课件,而且音质没有问题,那么回复一个E,我们马上开始讲课。 我们今天呢有不少的新同学,我看到呢我们老同学还有班尾呢,已经在我们的教室里边呢,已经发帖子。 热烈的欢迎新同学的到来。 那么新同学呢,我就不说太多了,你在这个教室,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大家庭,那么同学包括老师呢都会尽所有的能力来帮助你。 那么希望呢我们坚持每天进步1%,最终呢都会形成一个质的飞跃。 好吧。 好,很多同学打一,那么我们不耽误时间了,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内容,来看课件。 双龙战法,它一共分为两个篇章。 第一个篇章呢,叫盘口,第二个篇章就是结构。 那么这两个篇章呢,可以说是相互一层的。 那么作为盘口,它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分时线的精确买和卖。 我们把买点和卖点呢,精确量化,精确到具体的价格,具体的位置。 这样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执行力比较差的问题。 其实投资者大多数亏损呢,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执行力偏差。 而执行力偏差,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其他方法都不好用,只有一个。 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你的买点和你的卖点进行精确的量化。 只有达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执行力呢,才会得到提高。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找一个根本不懂股票的人, 然后呢,让他来帮你执行交易,你呢,只负责下达交易之令。 这个方法呢,也很好。 但是呢,这个方法需要你搭一个人,也就是有一个成本。 对吧,你找一个人来帮你执行交易,那么你不给别人发工资吗?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提高执行力,最直接的方法, 还是锻炼自己呢,在买点和卖点上精确量化。 所以双龙战法的盘口篇,它重点解决和研究分尸线的精确买卖。 那我们本节呢,就来讲双龙战法的盘口精确卖点。 那么在买,在讲这个卖出课程之前呢, 我先简单谈一谈这个市场的风险。 那么作为股票市场,我们尤其是新股民, 刚刚入市的时候,我们去开户的时候, 那么有一句话,我们基本上呢,都见过。 而且呢,每个人都听过,而且见过,而且呢,都能说出来。 什么话呢? 就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就好像男同志抽烟啊,从那个烟盒上写了一句话, 抽烟有害健康。 但是呢,好多的人还是去抽烟。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 进到交易大厅,去开户, 只要和证券相关的, 那么都有一个醒目的一句话,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但是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话, 并不代表说任何一个交易者都会把这句话牢牢的记下。 基本上就把它当成形同去设了。 你该写,你写。 对我来说呢,它就是证券公司的标志。 我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也不会深度的去理解。 看到这句话,我只能说我进了交易大厅。 看到这句话,我只能说我目前所处的位置和证券和股票有关, 别的不知道。 那么, 实际上在股票市场里边的风险呢, 我们这样来理解。 股票,它永远呈现涨和跌,两个波段。 那么,上涨的时候, 我们去买入一只股票, 去持有一只股票。 那么在上涨中呢,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时间, 用持股, 把这只个股呢, 它的利润进行无限的放大。 这就是我们五日成本均线, 二十字要诀里边其中有四个字, 叫线上持股。 线上持股干嘛呢? 就是用来放大利润的。 只要你这条线不击穿, 只要股价在这条线之上, 我们要做的就是持股代仗。 然后呢, 然后让你的利润不断的去奔跑。 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分析, 不用分析太多。 它只要在你的上行结构线之上, 只要在你的持股条线之上, 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也不用去分析。 你说, 这股票是不是该卖了呀? 是不是有风险了呀? 这种分析对在上行结构线, 或者在持股条件内, 那么这种分析呢, 只会耽误你的经历。 也就是说, 你的个股在上涨的时候, 你不要去管它, 让它去涨。 该怎么涨, 你去涨, 我不管你。 我也不过度的去解析你。 那么我什么时候来看呢? 我只看你这只个股, 它在上涨的时候, 我什么地方应该把你卖掉? 我什么地方应该进行风险控制了? 我什么地方应该止盈了? 什么地方应该止损? 我只分析这几个地方, 其他都不管。 至于说, 你的股票正在涨, 至于是怎么涨呢? 至于是怎么涨呢? 是大阳线拉着往上涨? 还是说碎步小阴阳往上涨? 还是依附于一个上行结构线在涨? 依附于你的成本线在涨? 怎么都可以。 至于怎么涨? 爱怎么涨怎么涨? 只要把我的利润放大就可以了。 但在我们的操作环节里边, 我只需要把它的止盈点, 止损点, 风险点, 我把它拿到。 我只做这个, 只要把这个找到了, 只要把这个风险点, 止损点, 止盈点找到了。 那么这只个股呢, 它对你而言, 剩下的就只剩利润了。 没有风险了, 没有风险而言, 没有风险可言, 剩下的全部都是利润。 所以我在这个这两天呢, 给大家说了一句话, 在股票的交易市场, 我们把风险规避掉, 剩下的全部都是利润。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而大多数的交易者呢, 往往犯这样一个错误。 在底部初期买入一只个股, 买了之后呢, 他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五日成本均线之上。 你的股票买了之后, 在五日成本均线之上运行。 涨得好好的, 持股条件也在。 但是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就把这只个股卖掉了。 卖出这只个股的时候, 它并没有出现卖点。 也可能是你心里恐慌了, 也可能是一些假象。 总之呢, 你在持股条件上, 把你的个股卖掉了。 而卖了之后呢, 你的个股会在持股条件上, 继续的放大利润, 持续的往上走。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这只个股的卖出点上出现了问题。 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关于市场的风险。 它虽然是存在的, 虽然是存在的, 但是呢, 利润和风险,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风险规避掉。 只要把风险规避掉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利润。 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风险控制的基础。 好, 刚才有个同学说这个, 这事我上周干过, 说的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在持股条件之上, 你把你的股票扔掉了。 而你的股票呢, 在这个持股条件之上, 继续的放大利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利润的环节, 在它上涨的环节, 你思考的太多。 而在它有风险的时候, 该卖出的时候, 你思考的呢, 又不够充分。 所以最终造成天天思考着利润, 结果利润没拿到。 风险的时候呢, 又没有规避, 踏空了, 操劳了。 这是一个节奏性的问题。 好,我们来讲技术。 我们来讲,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 叫白龙冲天。 什么叫白龙冲天呢? 在盘口的分时线里边, 白色的, 个股的盘口分时, 白色的分时线, 叫白龙。 黄色的均价线, 叫黄龙。 所以双龙战法在, 个股的盘口分时里边, 它指的, 就是两条线, 一条白色的, 一条黄色的。 那么双龙战法的盘口技术呢, 基本上就是围绕, 白色分时线, 和黄色均价线, 它们两个之间的速度, 它们俩之间的结构, 位置, 所展开的一个研究。 那么, 如果说有一只个股, 一只个股, 它在早盘开盘的时候, 大家记住, 开盘的时候, 高开, 低开, 还是平开, 这个是无所谓的。 这个是无所谓的, 除非什么呢? 除非是大幅度高开, 或者大幅度低开。 如果不是大幅度的, 比如说, 一只涨停了, 一只跌停了。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之外呢, 高开, 低开, 平开, 实际上它的意义呢, 并不是很大。 因为高开和低开, 平开, 它只代表了这只个股, 它在开盘之前, 多空能量的一个平衡点, 只代表了一个平衡点。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盘之后, 白色的分式线, 黄色的均价线, 它们两个到底怎么来走?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边呢, 我们看到高开之后, 高开之后, 我画了一个椭圆形的这个覆盖的区域, 有一波拉升。 这波拉升呢, 用了四分钟, 时间是用了四分钟, 这四分钟呢, 上涨了3.16。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 一只个股开盘之后, 白色的分式线, 依附黄色均价线, 向上急速拉升, 而中间呢, 没有任何的停顿,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 中间是没有停顿的, 不能有停顿, 你说中间有一个小的这个回踩, 白色分式线回踩黄色均价线了, 这个就不实了, 这个就不实了, 必须是一波, 中间没有调整的一波拉升, 速度非常快, 时间非常短, 上升的幅度呢, 又非常大, 那么如何量化呢? 就是3到5分钟, 上涨多少呢? 上涨3%以上, 上涨3%以上, 3到5分钟, 中间没有调整, 速度极快的拉升超过三个点, 这三个点呢, 它并不是从零轴线开始计算的, 而是从这一波拉升的起点开始计算的, 从这波拉升的起点开始算, 你不要说这个从零轴线算, 从起点, 高开了三个点, 那就从高开三个点开始算, 那么这波拉升呢, 往往会形成假双龙, 我们说双龙战法, 白色分尸线, 依附黄色均架线, 共振往上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构, 非常好的, 良性的反弹, 但是呢, 如果白色分尸线, 走出了一波, 速度极快的拉升, 时间特别短, 幅度特别大, 那么如果你直接涨停了, 那就算了, 无所谓了, 对吧, 直接涨停了, 风刺涨停板了, 那就可以, 我可以确认, 可以认为你这只个股呢, 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强势的, 但是如果你走了这样一波急速拉升, 你又没有冲击涨停, 有了这波拉升速度很快, 很紧诱人, 很漂亮, 但是你没涨停, 那么就出问题了, 这个市场呢, 它永远呈现的就是能量, 能量决定了价格, 刚才我谈到开盘的位置, 怎么开无所谓, 它只代表开盘前多空能量的一个平衡, 多空能量, 对吧, 然后呢, 开盘之后, 白色分尸线, 衣服黄色均价线, 共振往上走, 这说明做多能量呢, 依然在主导反弹行情, 非常好, 但是, 你经过了一波速度极快的拉升, 凑支了大量的做多能量, 你想啊, 速度这么快, 时间这么短, 上针的幅度又这么大, 那么可以说, 做多能量开盘之后, 经过这波拉升, 做多能量得到了一个急速的, 快速的一个释放, 那么做多能量急速释放之后, 又没有冲击涨停, 没有完成涨停, 那么也就意味着做多能量呢, 已经开始衰竭了, 那么后面如果想继续涨, 想继续涨停, 那么就需要更大的资金, 更大的能量来支撑, 那么我们说, 股票市场里边呢, 多空能量的一个对比和纠结, 往往是这个市场涨跌的一个关键, 那么当低波拉升, 透支了过多的做多能量之后, 又没有冲击涨停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抛牙, 就会出现抛牙,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赛跑, 跑步, 假如说是1000米, 1000米的赛跑, 1000米比较短啊, 我们说1万米吧, 万米长跑, 我们两个呢, 起跑线是一样的, 万米长跑, 起跑线是一样的, 但是呢, 枪声一响, 我们两个呢, 同时开始跑了, 我维持一个, 速度极快, 用尽全身的所有力量, 向前冲, 那么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枪声一响, 我立刻就会跑出去, 速度很快, 短时间之内呢, 就会跑出很远的距离, 而你呢, 你随着枪声一响呢, 你也跑了, 但是呢, 你的速度和你释放的身体的能量, 是均匀的, 并不是很急速, 那么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会造成在短时间之内, 我拉开你的距离, 对吧? 因为我呢, 速度很快, 短时间之内呢, 跑了很远, 而你的速度很慢, 短时间之内呢, 你跑得很近, 那么从短期来看呢, 我是占优势的, 但是对于万米长跑来说, 最终胜利的一定是你, 肯定不会是我, 因为我在50米, 可能还可以维持这样一个速度, 100米, 也可能还能勉强维持这个速度, 但是200米, 300米, 我是不可能一直维持最初期那样一个速度的, 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的身体的能量, 已经在这个短时间的快速跑步中呢, 进行了一个透支, 所以说这个时候有可能我连最后的万米长跑, 最后这个终点我都见不到, 我就跑不动了, 最终呢, 我可能就被淘汰了, 下场, 那么在股票市场里边, 道理是一样的, 它有一波拉升, 而这波拉升呢, 如果说是50米赛跑, 我直接过去了, 完成了, 我得了第一名, 就好像股票一样, 开盘之后, 高开往上急速拉升, 直接冲击掌停板了, 完成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我经过早盘的急速拉升之后, 又没有完成掌停板, 那么, 就会过分的透支做多能量, 透支做多能量之后, 那么分时线, 拐头向下, 这个拐头的, 地方, 就是早盘的第一个卖点, 那么大家听了这个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卖的话, 那么会造成一种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假, 假象,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早盘的时候, 往往会有很多的个股, 出现这种快速的拉升, 对吧, 出现三到五分钟, 速度很快, 中间没有调整, 超过3%, 这些条件呢, 在早盘瞬间形成的股票里边非常多, 但并不代表说, 所有的个股呢, 它都会出现, 这个调整,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回归到双融战法盘口, 买卖的一个意义, 在股票市场里边的周期, 一共分为, 我把它分为小周期, 就微观周期和大周期, 微观周期里边呢, 可以定义为一分钟和五分钟, 一分钟周期和五分钟周期, 作为小周期, 作为微观周期, 那么它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来决定买和卖, 所以我们的交易, 最终要回归到盘口, 一分钟和五分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30分钟和60分钟, 30分钟周期和60分钟周期, 它的意义呢, 在于持股, 一只股票好不好, 30分钟和60分钟, 不能出现问题, 这是30和60, 那么再往上呢, 就是日线和周线了, 用来把握方向, 那么其中有一个, 一分钟和五分钟, 作为交易周期, 那么这个交易周期, 它有一个大前提, 它有一个大前提, 盘口一分钟一单位, 它的特点呢, 在于灵敏, 它的缺点, 在于稳定, 不稳定, 它的缺点在于不稳定, 优点在于灵活, 灵敏, 那么介于它的优点和缺点, 它的不稳定的缺点, 所以盘口的买卖, 它的大前提就是, 你已经在日线里边, 或者说, 其他的周期里边, 已经确定了这只个股, 已经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日线, 在日线周期, 这只个股呢, 已经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顶背离了, 或者是时间对称的这个卖点了, 或者是周期的变盘点了, 总之呢, 你在日线周期里边, 已经发现这只个股呢, 出现了问题, 你决定把这只个股卖掉, 决定在这个最近, 把这只个股卖掉, 或者你已经盈利了, 已经获利了, 在相对的高位, 你想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在盘口分时里边, 来寻找卖点, 也就是把卖出呢, 落到盘口一分钟, 和盘口的五分钟,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技术呢, 就是在大周期, 已经确定你要卖的, 这只个股呢不行了, 顶背离已经出现了, 我在这个附近呢, 要寻找一个卖出点, 我想呢, 卖在最高点, 卖在这个, 这个相对的拐点上, 我找一个位置, 就可以用到, 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技术, 叫白龙冲天, 那么白龙冲天的要素, 我刚才呢, 已经总结了, 我再说一遍, 第一呢, 就是三到五分钟, 这个时间啊, 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中间不能够有调整, 一定是连续的释放过程, 然后呢, 上涨的幅度, 超过百分之三, 那么, 这个百分之三的数据呢, 是我进行统计得到的, 那么有些个股呢, 个别的个股呢, 在超过百分之二之后, 也会形成, 那么在我们在最初期, 用这个技术的时候, 尽量去用百分之三的, 后期技术娴术之后, 那么你会发现呢, 有很多的个股在涨到百分之二以上, 2.5, 2.8, 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 类似的图形, 只不过呢, 它唯一和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的, 就是三到五分钟的上涨幅度, 不够百分之三, 但是肯定超过百分之二了, 所以我们在使用中呢, 在最初期技术不够娴术的时候, 以百分之三作为这个卖出, 超过百分之三作为卖出, 没有超过百分之三, 百分之二以上的, 等以后技术娴术之后, 也可以把它作为这个要点, 那么下面呢, 关于这只个股盘口分时, 四分钟上涨了3.16, 中间是没有调整的, 所以呢, 它的卖出点很明确, 就是在这个急速的主升的波段里边, 分时的波段里边, 它中间有停顿的地方, 也就是比如说最高点, 最高点停顿了, 停顿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卖点, 所以说呢, 它的卖出点的比较好察觉, 比较好察觉, 这四分钟, 上涨了这四分钟, 中间是没有任何调整的, 所以你呢, 也没有任何的卖出的机会, 一直到四分钟结束之后, 上涨3.16之后, 不涨了, 开始拐头, 那么在第五分钟开始拐头的时候, 卖掉, 那么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那么如果这只股票, 我对它的日线没有任何的把握, 那么单纯的在分时线这样交易的话, 那么可能会出现问题, 可能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这只个股在相距的低位, 相距的底部, 在起涨的初期,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也不排除会发生, 那么可能停顿之后立刻出击党停板了, 那么你这样卖的话呢, 可能就会卖在这个刚刚起党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呢, 这个卖出点它的存在, 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大周期的一个条件, 我们来看这只个股的日线图, 我们来看这只个股的日线图, 那么这只个股的日线图里边呢, 我们先来看位置二, 位置二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上一张图分时图的当天, 位置二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上一张图分时图的当天, 那么日线图我们来看,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首先呢, 它是经过一波拉升之后的, 对吧,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了, 你如果操作这只个股的话呢, 你已经赚钱了, 赚了不少了, 只要你不是在位置二买, 你肯定赚了钱了, 那么高点一到高点二, 这是两个高点, 也就是两波反弹, 两波反弹, 那么假如说你持有了这只个股, 正在持有的过程中, 那么你在位置二的附近, 你不知道该不该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日线里边发现了一个问题, 位置一到位置二, 日线新高, 我们今天第一次听课的同学, 这个注意听啊, 这张图里边呢, 涵盖了一个背离的技术, 位置一到位置二, 指数创新高, 这是背离的第一个条件, 新同学把它记下来, 随着指数的新高, 第二步, 我们来看MACD的DIF值, 也就是这张图里边的三和四, 所对应的两个峰值, 一和二两个高点, 所对应的MACD的DIF值, 一三和四, 并没有随着指数的新高, 并没有随着价格的新高, MACD的DIF值, 没有创新高, 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 也就说明了, 位置四, 所对应的位置二, 就是背离的高点, 位置二, 就是背离的高点, 所以第一次听到同学呢, 先把这个背离的形态, 先把它记下来, 跟着我的思路, 如何去看背离呢, 第一步是看价格, 一和二, 二是创新高的, 对吧, 价格创新高了, 那么创新高之后, 谁没有新高呢, MACD的DIF值, 三和四, 没有创新高, 所以呢, 就形成了背离, 一个创新高, 一个不创新高, 就是背离, 就这么简单, 所以新同学呢, 把他记下来就行了, 所以位置四, 所对应的价格, 位置二, 这个附近呢, 是背离的高点, 虽然我们同学呢, 没有对这个背离有很多的概念, 但是我在博客里边呢, 经常提背离高点和背离比点, 你应该也很清楚了, 背离高点是卖出点, 对吧, 背离高点是压力点, 背离高点是风险点, 所以位置二这个地方呢, 他首先在日线里边, 我虽然不能够确定, 位置二这个地方, 是昨天, 今天, 后天, 到底哪一天是背离高点, 虽然不能够完全精确的来判断, 但我知道位置二这个地方的附近, 我应该怎么办了, 我应该去卖出自己的股票, 这只股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买的, 你在最低点买的, 你在这个四地点买的, 你追高买的都不管, 都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放大利润的地方, 都是用来赚钱的地方, 我们刚才说了, 赚钱的时候让利润奔跑, 我们只管卖出的地方, 什么地方是卖出的地方, 位置二这个地方, 是背离高点的一个区域, 虽然在日线里边, 我没有办法去确定, 到底哪一天, 哪一个价格, 哪一个位置, 我应该卖掉它, 在日线里边我们找不到, 但是在位置二的这个附近, 我们可以在一分钟和五分钟来交易, 这也就是我经常说的, 一分钟和五分钟是交易周期, 三十和六十分钟是持股周期, 日线和周线是用来把握方向的, 所以这只个股呢, 三十分钟六十分钟就不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日线已经有顶背离了, 三十分钟六分钟肯定有问题, 所以这只个股呢, 日线出现顶背离之后, 确定了这只个股在日线里边呢, 我要寻找一个位置卖掉, 不能等了, 位置二以前都可以, 我都可以拿着,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卖点, 没有风险点, 是利润放大的位置, 我就不用管, 只有位置二这个附近, 背离高点出现之后, 我要去寻找一个, 弹口的一分钟和五分钟的卖出点, 结果呢, 就出现了刚才我们看的第一张分时图, 也就是位置二的这一天, 早盘速度四分钟急速拉升, 中间没有调整, 中间没有调整, 四分钟拉升超过3%, 随后呢, 在第四分钟结束之后, 停顿了, 开始停顿, 我们就开始卖出, 利用日线的顶背离, 还有盘口一分钟的白龙冲天,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只个股卖在途中位置二的41块4毛4的附近,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太多, 误差呢, 可能只有零点几, 那么这个误差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精确到这个不错的价格了, 对于我们的利润呢, 基本上都是有保障的, 尤其是你是最高买的, 你说老师我买入这个还不是很好, 这个我买的成本的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像我们今天的技术呢, 你更加更加应该掌握, 成本高, 那么买了之后, 你也要知道, 位置二这个地方呢, 日线已经出现了顶背离, 所以呢, 顶背离出现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是找一分钟和五分钟的卖点, 恰好呢, 在位置二这个这一天呢, 盘口出现了白龙冲天, 而白龙冲天的四分钟, 中间是没有调整的, 没有这个停顿的, 四分钟结束之后的停顿迈出, 那么也就是说, 日线的顶背离, 加上盘口的白龙冲天, 可以让我们在这只个股上呢, 迈在最高点, 也就或者是次高点,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技术, 白龙冲天, 对于我们刚才讲的白龙冲天这个技术, 大家认为能够理解的回复一个二,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技术, 好我们同学呢 根据刚才这个案例呢 我们同学这个老同学啊 这个思考到了一些一些问题 那么这张图呢挺巧合的 他和我们讲到了一个三加二的技术呢 有这个相似的地方 那么按三加二的话呢 是有买点的 但是买了之后呢 这个利润空间并算太大 因为买点距离位置二呢 并不是这个空间虽然有利润也有 但是买了之后立刻就有顶背离了 所以买了之后呢 你就要开始注意 再按照我们今天讲的技术把它卖掉 好很多同学啊 这个打的二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白龙 这个日线的顶背离 加上这个盘口的白龙冲天 我们尽可能呢 就是在大方向上先来判定 他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个人已经生病了 但是呢我要在小周期里边 在一分钟里边 我要来解决问题 所以呢 就可以利用到第一个技术 白龙冲天 那么还是刚才说的 来看这张图 这个老同学呢 新同学呢 记忆 因为我们今天呢 谈到了一个日线的顶背离 假如说不是日线的顶背离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 我们白龙冲天这个技术呢 它的大前提是日线出现了问题 日线出现了 你觉得日线呢 不能再持有了 从大周期里边 从日线里边 你认为这只个股呢 已经已经不行了 或者这样来的 比如说 大盘已经提前暴跌了 而你的个股呢 相对比大盘强 大盘已经往下走了 下坡路了 而你的个股呢 还在涨 这个时候呢 你的个股又没有卖跌 怎么办呢 就可以利用我们今天讲的白龙冲天 所以你就不用惊慌 你说大盘暴跌了 赶快跑吧 你跑了之后 可能你的个股呢 相当的抗跌 或者呢 他这个有自己的股性 无视大盘涨跌 一个就是往上走 我们应该都还遇到过这种个股 有的同学可能还操作过 被吓出来的也不少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白龙冲天的技术呢 它的大前提是在大周期里边 比如说日线 在日线里边 我本来是要把这只个股呢 找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要卖掉它了 这个时候我利用白龙冲天把它卖掉 那么今天呢 我在日线里边呢 只讲了其中一个 就是顶背离 那么并不是说 必须全都是顶背离 也可以 也可以是其他的 比如这个 刚才我说了 大盘暴跌了 你的股票呢 没跌 还在网上涨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有可能你的个股是滞后于大盘注定 如果是滞后于大盘注定 可能呢 大盘跌了两三天之后 你的个股才注定 怎么办呢 那你就继续的持有 迟到什么时候呢 迟到这两三天 大盘在下跌的过程中 你的个股呢 出现了卖点 你在卖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白龙冲天 还有日线的顶背离 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结合 那么既然谈到了顶背离 我们就把这个顶背离的形态呢 这个完完全全的 给我们的新同学呢 来梳理一下 还看这张图 刚才我们说呢 顶背离最简单的形态就是 指数新高了 指标MACD的DIF线 没有新高 这就是这个背离的一个基本形态 另外 这张图里边呢 A和B C 这个地方呢 我特别标注了一下 什么意思呢 顶背离呢 我们还要看能量柱 能量柱有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位置B 位置B这个地方呢 和A和C呢 有不同 A和C 都是红色能量柱 位置B 是绿色能量柱 也就是说顶背离 它有效没有效 其中有一个要点 就是 A和C的中间 一定要出现相反的能量柱 如果A和C中间没有相反的能量柱 这个呢 也是顶背离 但它的级别 要小 所以我们新同学呢 先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刚才我们看的第一个呢 是高开的 对吧 高开往上 那么这只股票 这个案例呢 我们来看它的开盘 基本上是平开的 基本上是平开的 平开之后 白色的分时线 衣服黄色的均价线 向上拉升 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这样呢 就形成了白龙冲天的一个反弹 时间呢 是四分钟 上涨了多少呢 上涨了7.64 比刚才的更狠 刚才四分钟上了3点多 这个呢 四分钟上了7.64 你上涨了这么多 透支了这么多的能量 结果呢 你又没有冲击挡停板 你说你这个过程 有什么作用呢 除了吸引这个跟踪盘之外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透支了大量的作用能量 想继续的冲击挡停板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呢 而且我们看呢 这个四分钟中间是没有停顿的 在第五分钟停顿的地方呢 卖出你的股票 这是盘口分时 我们再来看 这支个股在日线那边 它是不是也存在卖出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呢 是它的日线图 我们来看日线图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问题 位置一 位置一 是随着指数的新高 所对应的DIF线呢 并没有创新高 对吧 也就是说这支个股呢 它也形成了顶背离 不管你这支个股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你在最底部 或者说追高的 或者突破的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买的 那么在位置一的附近 顶背离出现的附近 出现了盘口的白龙冲天 你就要开始注意风险控制 哪怕你说老师 我这个卖出肯定是最高点了 卖出了 对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个 先卖一半呢 可以 我给大家讲过 风险控制和抄底呢 仓位控制上是不同的 抄底的时候我们有节奏 532 322 但是卖出的时候呢 是不能有节奏的 卖出的时候呢 只有两步 分为两步 第一步 就是最高点 直接拦腰砍半 你原来是四成仓 原来是八成仓 拦腰砍半 直接砍到四成 原来是满仓 直接拦腰砍半 砍成五成 砍成这个五成仓 原来就是五成仓 直接拦腰砍半 砍到三成以内 这就是在卖出的时候呢 它的左侧交易 也可以称为极止交易 也就是最高点的交易 就是极止交易 极止交易呢 最高点的交易呢 它属于左侧交易的 一部分 一种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卖出技术 白龙冲天 它应该怎么卖呢 它应该就是左侧交易 和极止交易的一种 那么如果遇到了 怎么卖 直接拦腰砍半 原来是多少仓的 直接出院 减去一半的仓 如果继续往下跌 你寻找第二个卖出点 也就是右侧卖出点 然后呢 直接离场 直接清仓 这就是风险 控制的时候呢 一共分为这两步 第一步蓝阳砍半 第二步直接清仓 直接清仓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这个五日成本均线的二十字要诀 大家都已经记下来了 对吧 其中有一句叫 击穿离场 对吧 其中有一句叫击穿离场 那么 击穿离场 五日成本均线的击穿 它是什么呢 它肯定是在背离高点之后 才会形成 那么背离高点 或者是最高点 极止点 左侧交易点 你直接揽腰砍半 而五日成本均线的击穿 你应该直接离场 这就是 刚才借助于这一点呢 我给大家谈了谈这个 高位 仓位的一个控制 分为两步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西南河城 这个分时线呢 它的时间 它的位置呢 是高开的 位置是高开的 高开之后 速度极快的往上冲 用了三分钟 涨了4% 速度和这个 时间和上涨的空间 也就是速度呢 是负荷要求的 这三分钟中间没有调整 第四分钟调整的时候 迈出 我们来看它的日线 日线呢 就是图中位置三 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的 白龙充电的迈出 那么大家说了老师 这个位置三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贝离高点的 对 不是贝离高点 但它的日线呢 有另外的情况 我们来看 高点一 是经过了四天的反弹 形成了这个一个高点 速度呢 是往上的 位置二 经过了 一二三四五 五天的反弹 五天的反弹 比刚才呢 多出来了一天 形成了位置二 高点二 高点一和高点二的速度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到高点三 高点三呢 运行了三个交易日 形成了高点三 当然了 高点三是 现在我们看是高点三 当时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情况 这个股票呢 是有股性的 任何一支个股 都是有个股的股性的 因为股票是有人来操作的 而人呢 是有性格的 那么人的性格呢 它就会反作用于 你所操作的品种 所以说呢 股票呢 就会附带操作者的性格 也就是股性 所以说呢 往往会形成一种规律性的 那这种规律性呢 就好比这只股票的 第一个高点 第二个高点 第三个高点 那么继续往 如果继续涨的话 那么就会有第四个高点 当然了 这种规律呢 它不可能无休止的延续 肯定会被打破的 所以位置三这个地方呢 对比一和二 那么很明显 它很有可能就会形成高点三 所以在位置三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分时线的白楼冲天 那么我们有理由做左侧交易 也就是左侧的卖出交易 如果你有这只个股 那么在位置三的附近 做什么呢 做直接拦腰坎半的风险控制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白楼冲天 这个白楼冲天的卖出技术呢 它的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卖在最高点 或者是次高点 精确性和灵敏性 都是这个方法的优点 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呢 缺点呢 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差 稳定性非常差 所以呢 我们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一看 它的日线周期 至少是日线周期 周线你不看可以 日线是必须要看的 在日线周期确定这只个股 已经有风险 已经有卖出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呢 利用白楼冲天去卖 我们可以卖在最高点和次高点 这样呢 就形成了我们的左侧交易 好 这是我们讲今天讲的第一个技术 那么对于第一个技术 还有第一个技术的使用条件 能够理解的回复一个三 那么这个技术呢 它的起点 最好是高开和 最好是高开 平开呢 也可以 低开呢 效果就会差一些了 它的开盘的位置 要记一下 我说高开平开 低开无所谓呢 特别是低开 低开往上走 低开往上之后呢 白线 依附黄线共振往上走 那么可能呢 它会慢慢的走强 这个低开的低开 无所谓的意思是 低开并不代表弱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技术呢 最可能是高开和平开 高开是最好的 高开往上一冲 结果呢 这个做多能量消化了 消化之后呢 又没有冲击涨停吧 那么再想涨停 就是难上加难 所以呢 它这波拉升 第一 透支了做多能量 第二 有可能是一种诱多 所以说投资者呢 在这种白龙冲天的过程 是不能去追的 你就等吧 你不想卖的话 你可以等 但不能追 不能追 好 很多同学打三 应该是对于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以后呢 至少是你决定要准备去卖的时候 决定要卖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白龙冲天 如果没有 那么你白早盘的时候 就可以等一等 对吧 如果你说早盘 这只个股呢 大盘已经跌了两天了 已经跌了三天了 我这个股还在涨 我挺揪心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技术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讲第二个技术 双龙战法盘口的傻瓜卖出点 傻瓜卖出技术呢 一共有三个要点 也就是三个卖点 那么这三个卖点呢 它的名字分别叫 重心回落 白龙卸甲 还有呢 黄龙挡道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 先看模型图啊 模型图呢 是平开的 平开之后 白色的分时线 依附黄色均价线 开始往上走 对吧 那么 有可能就会产生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技术 白龙冲天 如果形成了 那就直接卖掉了 就不说了 那么如果它没有形成 或者说它形成了 你没卖掉 那么这两种情况 我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会有下一个卖点 就是重心回落 在这张图里边呢 就是傻瓜卖点一 傻瓜卖点一 这个名字 大家不要误解啊 傻瓜卖点一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前不是用这个傻瓜相机吗 对吧 傻瓜相机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比较好用 比较简单 我们拿起来就可以用的意思 所以说呢 我在研究这个技术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傻瓜卖点 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 都可以看懂 看会 一听就明白的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傻瓜卖点一 很明显 它的位置呢 是次高点 不是刚才白龙冲天的最高点 它是一个次高点 那么研究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 从操作的角度上 白龙冲天往往呢 很多的交易者是不舍得下手的 对不对 你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心理想一想 白龙冲天刚才我们讲了 你也听懂了 真的真到交易的时候 你下的下的来手吗 很多的交易者可能下不了手 为什么呢 原因很很多 也可能是这个日线的卖出呢 可能自己本身分析的并不是很透彻 然后分时线呢 冲高之后 最高点 你认为可能还有最更高点 所以呢 白龙冲天未必下得了手 第二呢 也可能它没有白龙冲天 或者白龙冲天的当时呢 你没有在跟前 错过了 怎么办 我们要有补救的方法 也是第二个卖点 就是傻瓜卖点一的重心毁落 那么重心毁落 它所用到的技术基础 和刚才白龙冲天 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从能量的角度来着手的 有同学问到这个 如果盘中白龙冲天的是不是卖点 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一点 是的 是的 如果早盘直接形成了 当然就是白龙冲天的卖点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个白龙冲天出现了 你没有卖掉 或者它不是白龙冲天 或者白龙冲天 当时你错过了 打了个电话 打了个问题 对不对 可能错过了 那么我们有第二个补救的 也就是重心毁落 傻瓜卖点一的位置 它比最高点要低 也就是次高点 那么它的理论基础 还是和白龙冲天的基础是一样的 就是从能量的角度 市场的做多能量 它经过了一波拉升之后 透支了做多能量 我们刚才在白龙冲天的角度 我们来理解做多能量消化 做多能量透支 我们仅仅是一种假设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了三分钟涨了4% 中间没有停顿 我们用这样三个条件来定义或者来假设 做多能量消化了 就好比说我这个跑50跑这个跑赛跑的时候 你可能说 你可能说这个大多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 这个枪声一响 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 快速急速的往前冲 可能呢 这个三分钟冲击多少多少米 这个人呢 就没没有力量了 没劲了 这是大多数的人都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给他做一个假设 他形成了三分钟的 三到五分钟的 中间没有停顿的 急速释放超过3%的 那么做多能量消化了 透支了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假设 但并不排除什么呢 并不排除说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有可能有的人体力比较强 我跑了这个更远的距离 我的能量才消化完 对不对 所以说白龙冲天的能量消化的要素 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大概率的 是一种假设性的大概率 但是有一个标志是铁定的 也是肯定的 就好比我们跑不一样 我速度特别快冲过去之后 我的的确跑不动了 我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弯腰啊 喝水啊 这个躺到地上了呀 这种动作肯定这个定义我 肯定是能量消化没了 跑不动了 跑不了了 那么在股票的形态里面 重心回落就是能量消化 能量透支的一个形态 一个解释 次高点之所以出现 就是因为做多能量经过第一波急速拉升之后 过分透支了做多能量 所以说呢 智障回落之后 形成最高点回落之后 再反 展开第二波拉升的时候 结果呢 结果呢 形成了一个次高点 结果呢 他没有更多的能量来突破前高 那么这个次高点 那么这个次高点就是傻瓜卖点一 也就是重心回落的卖点 所以呢 他还是从能量的角度来理解 做多能量消化殆尽 做多能量透支 所以呢 他形成了重心回落 他形成了重心回落 要不然的话 经过了早盘低波拉升之后 稍微调整之后 那么下边呢 没有理由 没有必要 干嘛呢 在这个地方纠结 直接往上冲击掌平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形成了重心回落 一定是做多能量 在低波拉升之后 透支了过多的能量之后 才形成了 所以说重心回落的地方 就是来补救 白龙冲天 你没有卖掉 他的一个补救点 也就是重心回落的卖点 这个是傻瓜卖点一 好 这是第一个卖点 这个这个形态的第一个卖点 我们再来看 再来讲这个形态的第二个卖点 也就是连贯性的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说白色的分时线呢 它是一只股票的 这个每一分钟的价格连线 对吧 白色的分时图呢 白线呢 它是每一分钟价格呢 它的连起来就构成了白线 而这个黄线呢 它是一个均价的 平均之后所形成的这个价格 然后把它连起来 构成了这个黄色的线 所以它是均价线 那么这个黄色的均价线呢 它在盘中的时候 它就够 它就形成了一个支撑 非常强的一个支撑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每一分钟价格的一种平均 然后呢 把它连起来 构成了一个均价线 所以说它是一个价格的平均值 那么它就具备了一个极强的一个支撑 这是 所以说呢 黄色的均价线 我们往往会见到这种情况 白色分尸线呢 依附于黄色均价线往上走 或者是白色分尸线往下回踩 黄色均价线不破 刚刚碰触到黄色均价线 立刻止跌反弹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形态 为什么呢 就是黄色均价线 它是一个支撑 变成了一个支撑 那么 我们把黄色均价线作为一个支撑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如果白色分尸线向下回踩黄色均价线的时候 不小心击穿了 这个地方的击穿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是 要么是回踩不破 直接往上拉升了 我可以肯定 做多能量在主导反弹行情 做多动能 不愿意让股价击穿黄色均价线 为什么 击穿之后会迎来抛压 很多的短线客呢 短线资金呢 都会随着白线击穿黄线而离场 那么对这支个股随后的拉升呢 构成极强的压力 所以黄色均价线轻易是不会破的 所以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白线回踩黄线立刻直接反弹 这样呢 我们解释为 做多能量依然在主导反弹 行情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 白色分尸线向下回踩黄色均价线的时候 击穿 瞬间拉回 击穿之后瞬间拉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击穿呢 有可能是大盘跳水了 有可能是这支个股呢 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 形成了这个瞬间击穿 然后瞬间收回 那么我们给这种情况呢 他的理解就是 这支个股并不是做多能量的主动性击穿 也就是说做多能量 资金并没有在这个地方离场 如果离场的话 我击穿之后 我没有必要再收回来 也没有必要在瞬间的收回来 好像惊慌失措也好像特别害怕心虚一样 赶紧收回来 不收回来可能这个麻烦了 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击穿之后瞬间收回来 和这个回踩立刻反弹 这都理解为做多能量在主导反弹行情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白色分尸线向下击穿黄色均价线 而且是很干脆的 就往下击穿了 就破位了 那么很明显 这种击穿 它就是主动性的击穿 是资金撤离造成的主动性的破位 那么黄色均价线的击穿 就是傻瓜卖点二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白龙卸甲 这个白色分尸线 不顾一切的 把甲都卸了 干嘛还要跑 击穿黄色均价线往下跑 那你说主力资金在这个地方是主动性破位 主动性离场 我们还跟着玩什么呢 我们也要立刻的走 所以黄色均价线的击穿 作为傻瓜卖点二 这是这个分尸线的这个运行的第三个要点了 一个是白龙冲天的最高点 一个是傻瓜卖点 这个重心回落的次高点 一个是黄色均价线的击穿点 然后还有下一个 我们再看这张图的位置 这个傻瓜卖点三 傻瓜卖点三呢 它的特点是白色分尸线 在黄色均价线下 也就是已经击穿了嘛 对吧 击穿之后 白色分尸线 向上去反抽 黄色均价线 这个地方并不是瞬间击穿之后 瞬间去反抽 击穿之后 去反抽 这个时间内有一定的跨度 瞬间收回的话 可能就这个 是刚才我们解释的 做多能量还在主导反弹行情 但是呢 击穿之后 向上反抽的时候 这个地方 反抽不过 也就是傻瓜卖点三 反抽不过 反抽过去了 从事声势了 有可能是机构拉台 有可能是资金的 重新的入住 但是 反抽不过 那么也就意味着 黄色的均价线 有此前的支撑 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压力 没有更多的资金 没有更多的能量 导致这只个股呢 重新的去突破 黄色均价线 重新的重实升势 形成不了 没有更多的资金和能量来实现 那么没有资金和能量来实现 这只个股的重实升势 那么反抽不过黄色均价线 是我们纠错的一个位置 你说 你说老师 我这个白龙充电最高点 我不舍得卖 最高点我们都不舍得卖 对吧 因为后边感觉 太能涨了 谁都不知道 六二四点就是历史性的大点 谁知道呢 然后现在知道了 当时谁知道呢 当时我们只能说 这个当时很多的这个 这个人说 这个大盘要涨到一万点 对吧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所以呢 这个市场就出现了死多头 还有死空头 死多呢 就天天看多 死空呢 就天天看多 然后呢 那这两种观点呢 一个呢 他们呢 这个在大周期的行情里边 会 这个一直是正确的 只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也就是 624点是错的 和1664点是错的 其他的地方都是正确的 但是呢 他的错误的位置 却恰恰是致命的 所以说死多和死空 我一直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对待这个市场 因为市场呢 永远呈现的是涨和跌 这两个波段 所以说呢 这个市场是波段型的 而我们呢 就是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把波段的拐点 把它找出来 这是傻瓜卖点三 傻瓜卖点三 叫黄龙挡当 黄龙呢 破了之后 再反抽 过不去了 没有更多的 多多能量来支撑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这个 特别的注意了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还不卖 可能呢 今天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他正好是日线的大饼 那么有可能呢 你就会被套在高点上 当然如果还有右侧交易的话 你还有机会 如果没有右侧的卖出点 或者右侧卖出点已经击穿了 那么你就没戏了 这只客户肯定会被套了 那么在 我们排除日线周期 只看分时的话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 已经谈到了几个要点 我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要点 就是白龙冲天的最高点 也就是机制点 也可以理解为分时线的左侧交易点 第二呢 就是重心回落 重心回落和白龙冲天 它们两个呢 都可以理解为 做多能量的一个消化 衰竭 然后形成了最高点和次高点 次高点和最高点 理论是理论基础是一样的 然后呢 一个是最高 一个是次高 次高点形成之后 向下回踩黄色均价线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多种情况 回踩不破 直接反弹了 或者是瞬间击穿 然后瞬间收回了 这两种情况呢 都可以理解为 做多能量还在主导反弹行情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 直接击穿了 那么就意味着 做多能量 它的 出逃 它的主动性 是非常强的 它的名字叫白龙卸甲 不顾一切的去 离场 所以呢 黄色均价线的突破 是我们的 第三个卖点 击穿了黄色均价线之后 这支个股是否可以重拾 生事 那么会有一个反抽的动作 反抽黄色均价线 如果不能够突破 意味着这支个股呢 并没有更多的资金 并没有更多的能量 来支撑这支个股 重拾生事 既然如此 反抽不过黄色均价线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卖点 所以盘口分十 这个卖出点呢 加上白龙冲天 一共是四个位置 也是四个要点 也是从左向右的四个 这个卖出点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四个位置了 然后下边呢 我们来看安利 我给他起的口诀呢 大家读一读就明白了 不用解释了吧 甲神龙双飞 就是早盘呢 早盘白色分线 衣服黄色均价线 网上的这个速度很快 就是白龙冲天的要素 重心回落卖 也就是这个傻瓜卖点一 重心回落的卖点 集装黄线卖 就是白龙卸甲 不顾一切的离场 这是傻瓜卖点二 反弹欲阻卖 也就是黄龙挡道 傻瓜卖点三 好吧 我们来看安利 这个他的第一个卖点 白龙冲天的 我们就不管他了 我们来看位置一 这只个五呢 早盘经过了一波拉升 半个多小时的上涨 半个多小时的上涨呢 中间有停顿 但是呢 他的上涨的时间速度 还都是不错的 至少呢 对于透支做多能量 至少可以起到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来看位置一 最高点形成之后 位置一这个地方 没有形成这个继续的新高 也就是形成了次高点 形成了重心回落的高点 也就是高点一 那么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位置一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做多能量消化之后 做多能量透支之后 所以呢 在位置一这个地方 才会形成重心回落 否则的话 稍微停顿之后再涨 就会冲击倒停板 对吧 但是呢 他没有 他停顿之后呢 再反弹 显得很苍白 也就是这个苍白的原因 就是没有能量了 也就是没有做多能量了 又没有新的能量承接 所以位置一 作为重心回落的卖点 然后在位置二 白色分时线 重心回落之后 持续往下走 回踩黄色均下线 在位置二这个地方 前边呢 还有一个小底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位置二这个地方 前边那个小底呢 是回踩了黄色均下线 差了一点点 直接反弹 对吧 也就是说黄色均下线呢 还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呢 很弱 立刻反身向下 直接在位置二呢 击穿了黄色均下线 什么概念呢 主动性击穿 白龙卸甲 不顾一切的离场 然后 击穿之后 再反弹 位置三 反抽黄色均下线 你反抽 直接突破 我们可以理解为 做多能量呢 进行重新的集结 或者做多能量呢 进行一个机构的拉抬 但是我们发现 位置三呢 没有突破 位置三的最高点 和黄色均下线 完全吻合 滞长回落 这个案例呢 和我们刚才讲的模型图 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基本上没有这个偏差的地方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他的早盘 高开之后呢 拉升了第一波 六位挺顿之后 拉了第二波 第二波拉升 第二波拉升 他的起点是一个点 终点呢 是两个多点 也就是说早盘的两波 连续拉升呢 中间有停顿 你可以不把它理解为 这个白龙中间 但是呢 两波的连续拉升 同样可能会造成 做多能量的一个消化 一个透支 然后我们来看 做多能量是不是透支了 如果没有透支 位置一这个地方停顿之后呢 再涨 拉升 涨停板 对吧 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有 在位置一这个地方呢 形成了一个次高点 也就是说 早盘的两波 急速拉升 过分透支了 做多能量 所以在位置一呢 才形成了次高点 那么也就是 重心回落的卖点 重心回落卖点 形成之后 向下去回踩 黄色均价线 在位置一和位置二的中间 有一个回踩止跌 也就是回踩黄色均价线呢 止跌了一次 但是若返在下 直接击穿了黄色均价线 白龙卸甲 不顾一切的泪场 所以位置二呢 就是第二个卖点 击穿之后 在位置三 白色分尸线向上 又反抽了黄色均价线 结果呢 我们看到基本上呢 还是完全吻合 中间有一点点误差 然后呢 在位置三这个地方 无力重新的去突破 支撑变压力 反身往下走 一直呢 单边跌了一天 所以这样的个股呢 你说早盘 如果你买进去 心里边得多难受 后边不管涨不涨 至少今天这一天没赚到钱 而且呢 当天买了就被套 心里边的相当的 这个不舒服 但是我们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学习呢 大家呢 在这个分尸里边 在你的脑子里边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 最高点 白龙冲天的 四高点 重心回落的 击穿黄线 白龙卸甲 反抽不过黄线 黄龙挡到 四个要点 对吧 四个形态 四个结构 大家在脑子里边呢 可以形成牢牢的这个 这个结构点 然后 后期 比如说明天 你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呢 去看自己个股分尸线 它运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或者将来你要想卖一只个股了 那么你就可以在分尸线里去找 找着四个要点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早盘是 高开 高开的位置在三个点左右 对吧 三个点左右之后呢 直接冲高 冲到六个点左右 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呢 早盘的第一波拉升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白龙冲天 时间上你可以看一看 肯定是在三分钟到五分钟之间的 对吧 甚至可能只有两分钟 时间很短 然后呢 这个空间超过了3% 速度很快 又没有冲击挡听板 所以说早盘的第一波拉升 就是白龙冲天的形态 那么最高点 最高点 滞涨之后 作为白龙冲天的第一个卖点 好 有朋友又问了刚才的问题 说这个要不要看日线大周期 这个我们刚才讲白龙冲天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 要看的 一定要看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盘口的 这个买点也好 盘口的卖点也好 你在单独使用的时候 它的灵敏性特别强 稳定性呢 是非常差的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 就需要用大周期来加固 所以说呢 日线也是要去看的 那么 这个 傻瓜卖出点呢 我没有把它的日线呢 给贴过来 刚才我们讲白龙冲天的时候呢 我把日线的图呢 也进行了一个叠加 那么刚才讲的时候呢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就是说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盘口分时的 它主要是解决买卖 一分钟 五分钟周期 它主要的任务 主要的 这个作用 使命 就是用来解决买和卖 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执行率 至于说这只个股 它这个好不好呀 这个 有没有上涨的这种基础呀 这一定是在选股环节 如果说 举个例子 如果说有一只个股 在盘口分时里边 出现了买点 然后呢 你这个 看到这个买点之后呢 在心里边想 这只个股能不能买呢 买了之后能不能涨呢 买了之后 如果亏了怎么办呢 如果说在盘口分时里边 出现了买点 你在思考 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 那么这只个股呢 你最好放弃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说明你对这只个股的 这个交易之前的分析 是一片空白 那么你的交易和赌博呢 就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一分钟和五分钟的盘口交易的时候 它的任务 重点就是买和卖 你只能 只有做到这种环节 那么你的交易的执行力 才会提高 很多的交易者 操作执行力不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买和卖的时候呢 它的思维是混乱的 一个声音告诉自己 卖了吧 这个已经赚钱了 已经实现了你的预期目的 卖掉吧 然后呢 你就准备这个打开账户 开始卖了 在你按确定的时候 按准备卖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 说这个手下留情 他们还先不要卖的 这个可能还能涨的 然后你脑子里了 立刻就会闪现第二个声音 就不让你卖 一个让你买 一个不让你买 让你卖呢 是在你最初 操作这只个股的时候 你的初衷 你建立的交易 交易的一个策略 你分析的一个过程 这只个股呢 我多少钱买 涨到什么位置呢 可能遇到压力 遇到压力的时候呢 盘口出现卖戒了 我应该卖掉它 这是你最初设定的一个计划 结果呢 在那个地方 确实出现卖戒的时候 你一个声音说 卖了吧 这是第一个 这个原始的声音 第二个声音呢 告诉你先别卖了 还能涨呢 两个声音 就造成什么呢 造成你在卖出的时候 不愿意卖 最终呢 威力 变成巨亏 所以说 卖出股票的时候 来不得任何的一丝的犹豫 它就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时候呢 当做一个机器 我刚才开篇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了 这个执行力的问题呢 你可以找一个人 找一个你的亲戚 一个对股票一点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股票的一个亲戚 让他干嘛呢 你交易他 教教他怎么买和卖就行了 别的什么都不告诉他 然后呢 你 你就下达指令 你说这个 这个股票 到这个 什么时候 你给我卖掉他 好了 他不懂股票 肯定不会把自己的思维叠加进去 帮你来分析 他肯定不会分析的 他看什么呢 他就看你说的那个价格 只要到了 他立刻就会卖掉 那你说了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 而你做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在他的眼里边 这个卖点 他就是一个执行力的交易点 这只股票好不好 跟他来说 没点关系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只个股的日线好还是不好 他只知道这个地方是卖点 所以他的执行力就会比你高 那么反过来 我如果不 不要这个人 因为有这个人的话 我还得给他开工资呢 对吧 成本增加了 本来炒股就不好赚钱 再开个公司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自己来训练的话 道理也是一样 你的一分钟和五分钟 对你而言 他就是一个买和卖的一个点 不存在说 你说老师 这个一分钟的买点 买了之后应该涨啊 他应不应该涨 和这个买点没有关系 他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这个买点的背后的基础 和这个买点背后的支期 所以然 所以然 才有关系 就好像突破一样 你老师突破了 他应该涨啊 突破的假 突破我们见得太多了 突破之后都涨吗 不见得 对不对 他涨和不涨 和这个突破点是没关系的 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这个突破点背后的基础 理论 和这个背后的原因 是有直接关联的 所以呢 这个刚才的 同学问了这个问题 说要不要看日线和大周期 这个是肯定要看的 日线和大周期 是你分析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选择股票 一定是在盘后做的 收完盘 三点收完盘之后 到你睡觉之前 你找一个时间段 进行选择股票 盘中的这四个小时 我们是没有时间去选股的 盘中的这四个小时 我们要把这四个小时充分的利用起来 它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一天只有这四个小时 干嘛呀 就是用来交易的 这是我们这个 想到这个地方 又多说了 多说了一点 好 我们继续来这个 看客舰 这个案例呢 位置一 是重心回落的卖点 位置二 是击穿黄色均价线的卖点 位置三 是反抽不过的卖点 所以说呢 它的要素呢 和这个 卖出 模型图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就 不多解释了 好 刚才呢 我们讲了这个 傻瓜卖出点 傻瓜卖出点呢 一共是三个 一个是重心回落 一个是白龙卸甲 一个是黄龙挡道 加上我们第一个讲的白龙冲天 也就是盘口分时的四个位置 那么如果出现了 你进行盘口的交易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技术 好 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傻瓜卖出的技术 要得都能够理解的 回复一个四 还是刚才我们那个同学的问题啊 他说要不要看日线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 你的股票呢 已经经过了连续的大幅度的深度调整 在底部 在底部 这个刚刚起两的时候 出现了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盘口分时线这个形态 那么你就不要去这个 以他的以这个风险为主 为什么呢 你在这个地方不追就可以了 但你没有必要去进行风险控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阶段性的底部 而且呢 有可能是注底反弹的初期 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是一种洗盘的一种假象 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去这样来交易 那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待会还会讲到这个涨停板的一种情况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涨停板 涨停板如果出现在高位 经过了连续一字涨停 天天涨停一字涨停 突然有一天开板了 这个开板一定是风险 我们待会还会讲到啊 那么换换颜值 如果在底部底部第一个涨停板 或者说是这个调整之后呢 底部的第一个涨停板出现的时候呢 他没有封死涨停板 那么这个没有封死涨停板 他的动作是干嘛呢 是逃顶的吗 他肯定不会逃顶的 阶段性底部的第一个涨停板 他没有封死涨停板 他不存在逃顶的嫌疑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可能是借助于涨停板 而打开涨停板 干嘛呢 在底部吸筹 阶段性底部的吸筹 怎么吸呢 拉一个拉一个掌停板 然后呢 这个调整一下 拉一个掌停板调整一下 就我之前说的一个这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给你一个小田枣 然后打一巴掌 给你一个小田枣 然后打一巴掌 他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市场的周期之间 一定要把它理解清楚 一和一分钟和五分钟是用来交易的 他只用来交易 他的使命和任务只是用来交易的 和别的没关系 你说我用一分钟来判断这个股票能涨到 这个未来 未来之后能有多么长的这个反弹的空间 用一分钟来判断他的这个趋势 那么很明显 你所判断的他的延续性是非常非常差的 因为你选择的周期太小了 对吧 道理是一样的 好 很多同学打四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技术 叫双龙柱顶 双龙柱顶 双龙柱顶呢 它和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形态呢 有所不一样的 但是基础是一样的 都是从能量的角度出发 我之前给大家也说过 我个人呢 非常偏爱这个市场能量 所有和能量相关的技术呢 我都进行过研究 而且所有和能量相关的指标 这个技术的软件的指标 我也都有研究 那么能量 为什么我特别这个喜欢能量 偏爱能量呢 因为这个市场里边资金 完全都是玩资金的 这个市场就是玩资金的 那么这个资金的进出离场 进场 在市场里边 它所反映的这个 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能量的一种变化 就是能量的一种变化 而这个能量呢 它和这个市场的结构 它们两个又是完全的一个 这个不能分开的一种结构 不能分开的一种一种关系 举个例子 比如说河水和这个河床 河床就是结构 河水就是能量 河水还不能说是能量 河水流动产生了能量 对吧 我们说发电厂 对不对 怎么怎么用河水发电呢 河水水流就可以发生 发生那个电能 对吧 河水就相当于资金 而河水流动的产生的能量 就相当于股票市场资金进出 产生的能量 而能量呢 和这个市场的结构 这个河床呢 就是河的结构 河水呢 就是相对相比来说 就是股市的资金 河床 就相比于股市的结构 我刚才说我们双方战 分为结构和盘口片 对吧 对相当于结构 河水相当于资金 河水流动产生能量 资金流动也会产生能量 这个讲的有点深了 我们后期 后期还要讲结构 这个地方先简单谈了一下 听不懂 刚才这段话听不懂 没关系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图 双龙注定了模型图 它也是从能量的角度来出发的 什么能量呢 我们来看 首先是开盘呢 平开高开 最好 急速冲高 形成这个白龙冲天的要素 白龙冲天的要素 超过3% 也就是口诀里边的早盘冲高 过三点 最好就是这个白龙冲天的形态 然后形成一个最高点 然后又形成一个平头的高点 平头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最高点一样的 和最高点一样的 像两个兄弟一样 那么这个过程呢 一定是在黄色的军架线之上来完成 你不能说在黄色军架线之下 形成了双饼 这是不对的 必须是黄色军架线之上 然后呢 早盘又有白龙冲天 那么两个高点 第二个高点和第一个高点呢 相等 第二个高点形成的位置 也就是双龙冲 双龙柱顶的卖点 我们来看模型图 我们来看案例图 有同学的问题呢 我就不直接解释了 我们通过案例 白一讲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隔离地产 这个呢 首先他经过了早盘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拉升 将近一个小时的拉升 这个拉升的幅度呢 就相当大了 相当大了 接近了涨平板 九个高点 然后呢 再形成了一个最高点 当时的价位呢 是6.11 6.11形成之后呢 白色分时线向下来回踩 黄色的军架线 这个回踩呢 就是刚才我们解释的 其中的一种情况 白色分时线 向下回踩黄色军架线的时候 刚刚碰触到黄色军架线 立刻止跌反弹 对吧 这是我们刚才讲 讲到的一种 其中的一种情况 然后呢 形成了第二个高点 第二个高点 我用了一个椭圆形 把他们两个的连起来了 椭圆形所连的两个高点 当时的价格都是6.11 也就是说 它的价格呢 是相等的 那么为什么说 也是从能量的角度来理解呢 第一个高点 是从早盘高开拉升 做多能量消化 所冲击的第一个高点 那么也就伴随着 做多能量的一个消化 然后呢 白色分时线向下回踩 黄色军架线并不击穿 说明做多能量呢 还在主导反弹行情 但是随着早盘的第一波的拉升 第一个高点的形成 做多能量消化之后 再反 再反弹 它没有能量 也没有能力 去突破原高点 但是呢 它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做多能量呢 它从回踩黄色军架线不破 到重新拉升 这个动作都说明 做多能量呢 还在主导市场 但不乐观的是 虽然你很用心 虽然你很用心 虽然做多能量呢 你很努力 但是你在第二次反弓的时候 没有去突破前一个高点 形成了和前一个高点 一样价格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呢 质量回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市场里边 就会引起较大的抛压 为什么 因为两个环节 回踩 回踩黄色军架线不破 和再反 这都说明做多能量 还很坚强 但你的坚强并没有 并不能说明你的能量非常强 相反 你无力继续新高 也就意味着做多能量 的的确确是不足了 那么后边呢 也就是 这个 可以说是做多能量的最后的挣扎 可以这样来理解 做多能量最后的一个挣扎 回踩黄色军架线也不破 我扛着 就不让击穿 然后呢 我继续往上走 结果呢 还是没有上去 有点这个 最后挣扎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呢 双龙注顶 就是做多能量 最后的一个终结 最后的一个消化 殆尽的一个位置 一个一个情况 最后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形成两个高点 一样的时候 都是6.11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双龙注顶的形态 他这种形态呢 和刚才我们讲的 重心回落呢 虽然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仔细来理解的话 还是有差异的 重心回落是做多能量不足 直接就不足了 反弹我也过不去了 我就直接往下走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双龙注顶呢 他是做多能量的最后的一个挣扎 而挣扎的时候呢 的的确确是 再也没有办法 重拾声势了 所以在第二高点形成之后 反身向下的地方 就是双龙注顶的脉出点 我们看这个案例呢 双龙注顶的位置 双龙注顶的位置 是一个一波高点注顶回落的一个突起 对吧 虽然不是最高点 但是一波调整的下行结构已经出现了 最高点已经出现了 已经开始调整的时候 产生的双龙注顶 那么你没有理由不卖 为什么呢 因为大周期都已经往下了 你小周期有卖点 你还不赶快卖吗 再看一个 中行动控 早盘的略微停顿之后 一波急速拉升 冲到了最高点 白色分尸线 向下回踩黄色军架线 看这个地方 第一个高点 向下回踩的地方 看一看 同样是没有击穿 对吧 也就是说做多能量呢 还在主导行情 还在控盘 但是重新往上走的时候 却没有重新的确定强势 而是呢 和前一个高点 我用了 我用尽了所有的能量 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最终呢 我只和前一个高点 能够达到 这个平起平坐的位置 也就是做多能量 最后的挣扎 我只能达到这样一个位置了 再往上真的去不了 所以呢 第二个高点 第一个高点是15.69 第二个高点也是15.69 也就是双龙注顶 我们来看它的日线 日线是经过一波拉升之后 最高点形成之后的一个环掌 双龙注顶的当天 就是这一波调整的最高点 调整的最高点 不算最高点 次高点 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 这个比较长的上影线的 这样一个压力已经存在了 在这个压力的阴影之下呢 又形成了 这个五个911的小涨 而五个911的小涨呢 并没有创新高 所以日线里边呢 本身也是有压力的 双龙注顶 卖出 没有卖在最高点 但是卖在了次高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就要涉及到涨停板了 我们来看涨停板 这只股票呢 它是涨停的股票 对吧 涨停的 这个尾盘 临近尾盘的时候呢 这只股票冲击了涨停板 价格呢 是15.33 冲击涨停板之后呢 打开了 我画了一个这个椭圆形 这个椭圆的地方 打开涨停板之后呢 又封死了 那么 这个打开涨停板之前 是涨停板 打开涨停板之后 也是涨停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 我用这个椭圆圈的这个地方 它就类同于 类似于刚才我们讲的 双龙注定的两个高点 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价格一样吗 都是涨停板吗 也就是双龙注定 所以呢 我在聊天室里公开讲的我一句话 在博客里也谈到过 就是涨停板 放死 卖一半 这句话 我只这样说过 那么 如果单独听这句话的话 按这个方法来卖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它的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双龙冲天 还有这个傻瓜卖点是一样的 你要先看看它的位置 也就是大周期的位置 日线的位置 你不能说涨停板 封过死我就卖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如果是底部的话 阶段性底部的话 有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小钱 打一巴掌 给一个小钱打一巴掌 这种方式的 那么你底部打开掌停板 你就卖 对不对 小钱掌就拿不住 所以掌停板 封不死卖一半了 这句话 它是正确的 但是它有使用条件的 使用条件就是要参考日线的周期 日线的结构 你并不能单独直接这样来理解 那么 掌停板 如果是出现的阶段性的高点 一波拉升之后的高位 产生了这种掌停板 封不死的 那么就要开始注意风险了 我们来看这个 最高点是15.33 打开掌停板 再封死 形成双龙柱顶 双龙柱顶 价格是15.33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天分时线的话 我们只看这个分时线的话 好像还是不错的 对吧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 让我们感到心里面担忧的 可能只有尾盘 尾盘又打开掌停板 没有封死掌停板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好像全天都挺漂亮的 但是呢 它分时线的 打开掌停板 它分时线的 双龙柱顶的形态 已经告诉我们 这只个股如果不是阶段性底部 那么 就要遵循掌停板 封不死 卖一半的策略 我们来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很明显 是经过一波拉升之后的 一个主升 对吧 一波缓掌停顿之后呢 加速拉升 而加速拉升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升呢 就是速度极快的拉升呢 它往往会透支 过多的做的能量 所以 日线在 日线不在相对的底部 急速冲高之后 也会住顶的 无非是在什么地方住 所以呢 这个途中我圈的这个大阳线 就是双龙柱顶的当天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深信太疯 这只股票呢 这个前面我们就不说了 白色分尸线 黄色军价线 反复的纠缠 一直到下午 临近两点的时候呢 冲击了涨停板 涨停之后 打开 再封死 那么也就构成了 我们讲的双龙柱顶 好 这是分尸线 打开两层板 那么它的日线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它的日线 我们一看日线呢 发现了问题 日线呢 是我们 讲到的 很明显的顶背离 位置一 到位置二 指数创新高 对吧 位置三 到位置四 所对应的 DIF 没有创新高 这是背离的 基本条件 位置三 位置四中间 有相反的 绿色能量柱 对吧 所以 所以 日线的顶背离 位置二 这个大阳线的出现 已经宣告了 这只股票呢 它分尸线 双龙柱顶 所对应的操作 就是 涨停板 风不死 卖一半 那么这只股票 如果按照这种策略来卖的话 那么很明显 风险控制是相当漂亮的 随后又下跌 找一个位置 直接离场 直接清仓 就可以了 好 这是 我们讲的 这个盘口的 双龙注定 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盘口卖出的 第一节课的 所有内容 我简单的 总结一表 第一个呢 就是白龙冲天 白龙冲天呢 也可以理解为 盘口的左侧交易的卖点 然后白龙冲天之后 有可能会产生 重心毁落的卖点 重心毁落之后 有白龙卸甲 击穿黄色军价线的卖点 击穿黄色军价线之后呢 有黄龙挡到的 反抽不过 黄色军价线的卖点 这是四个了 然后是双龙注定 双龙注定里边 有一个特例 就是掌龙板 风不死 慢一半 好 这是刚才我们 今天所有课程呢 我做了一个总结 那么对于今天 所学的技术 能够理解的 而且认为呢 这个这节课 没有白听 却是学到东西的 恢复一个五 方一位同学 这个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老师 白龙冲天 必须是开盘五分钟之内吗 早盘形成的这种 白龙冲天的概率呢 偏大 盘中也可以 盘中也可以 盘中也出现过 但是在最初期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最好在早盘 因为早盘的焦头比较活跃 也比较容易来确定这个 这个方向 那么在盘中也有出现的 也有出现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盘口卖出的第一节课 盘口卖出呢 一共是三节课 三个大课 下周四和下下周四都有 那么后边呢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那么很多同学打五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么明天下午呢 我们三点收谈之后 大家呢有一个互动答疑的环节 所以明天收完盘 大家呢 还在这个教室 三点十分开始 我们进行答疑 有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来问 我们每周的周五 我们新同学注意一下 每周的周五下午 都有一个互动答疑的环节 就是用来解决呢 大家学习中 这个出现的问题 不懂的不会的问题 好 这个 下边呢 我们来讲大盘 大家吧 继续来看这个课件 来看大盘 我们来讲大盘 先看第一个 三十分钟图 三十分钟图呢 是 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 就是 三十分钟的 背离的一个变异形态 新同学注意听啊 新同学注意听 老同学呢 注意配合行情呢 进行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回顾 什么叫背离的变异 新同学注意他的形态 就两个点 记住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首先是位置一 是底部 DIF线 向上交叉 向上金叉 DA 也就是位置一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金叉 记住啊 记住 金叉之后 在位置二 这个DIF线 在这张图里面是蓝色的啊 蓝色的DIF线 向下去回踩 这个粉红色的DA 结果呢 他没有击穿 回踩 立刻指跌往上 这就构成 一和二 他们两个的组合 就构成了 背离的变异 它也是一个底部的形态 底部的一个结构 所以新同学的话呢 这个我讲的都会讲的特别简单 这个市场呢 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 通过我的嘴里讲出来呢 我把一些 这个 很很很炫的一些东西呢 把它过滤掉了 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呢 大家一听就明白 这个技术点啊 这个背离的变异的技术点 就两个点 位置一是金叉 位置二呢 是将要击穿 没有击穿 就是位置二的地方 有了位置一 有了位置二 就是背离的变异 记住这个形态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也是和背离一样的 底部结构 好了 这就你就学到了一个技术了啊 新同学 这就立刻又学到了一个技术 那么这是三十分钟图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我也谈到了 就是三十分钟 为什么涨呢 就是因为三十分钟 有位置二这个背离的变异 然后再看六十分钟图 六十分钟图今天为什么又涨了呢 为什么昨天涨今天还涨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是六十分钟有底背离 我们来看 还是刚才说的啊 新同学注意听 我讲这个就是讲知识的 不是讲行情的 行情和知识叠加在一起了 老同学的注意回顾 新同学注意听 位置A 位置B 指数新低 这是背离的第一个条件 位置C 位置D 位置C 位置D 什么意思呢 这个MACD的DF 没有创新低 和指数指数新低 DF没有新低 这就是背离的基础 然后看什么呢 看中间的能量柱 位置1 绿色能量柱 位置3 绿色能量柱 中间的位置2 是相反的能量柱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是背离的一个条件 也是背离的一个级别 所以呢 在位置B 就是六十分钟点形的底背离 所以六十分钟涨 为什么涨呢 底背离 为什么不涨呢 对吧 三十分钟有背离的变异 六十分钟呢 有底背离 这就是为什么在昨天今天 为什么在周二周三周四连着涨了三天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 下一个讲行情了 我们这个班围说 我十周岁的女儿放暑假和我一起听歌 都知道什么是背离了 那就说明这个我的讲 我讲的呢 把这个复杂的东西过滤之后呢 我们新同学肯定都能听会了 这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新同学呢 也能学到这个东西 老同学呢 也能复习东西 然后呢 我们都能够再学更新的东西 这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周线的 周线图呢 我们这张图是讲行情的 同时呢 也是在知识点的 我们来看位置一和位置二 位置一到位置二 指数是没有新低的 对吧 我们刚才说呢 背离的条件是指数要新低 但是这个图位置一位置二指数没新低 那么我们假设 假如说位置二这个地方周线图向下击穿了2132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随着位置二击穿2132点 MHD的三和四没有创新低 立刻就会出现低位率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说呢 位置二这个地方周线就当前目前的市场 我们不用担心他击穿不击穿2132 因为2132点 你不用管他是不是什么钻石底 还是什么钻石底 不用管他 2132点击穿也好 不击穿也好 这个意义不大 因为击穿了 周线底背就立刻出现了 而周线呢 他的周期比较大 稳定性比较强 所以呢 周线底背的行动之后再想化解 再想破坏 那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从这张图呢 我们说即使继续跌 周线也在相对的底部 这个地方机会大于风险 好 这是周线图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周线的成本均线的CYC5 周线成本均线的CYC5 在周线周期里边 我们看什么呢 看CYC5 也就是成本均线 那么我们如果看周线的话 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周线的位置一 周线的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从3067点这个大顶形成之后 大家看一看 3067点的大顶形成之后 一直到今天 在周线里边 大家看一看 能够产生地方的 能够产生利润的地方 只有四个地方 哪四个呢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3067点这个大顶 大家都知道 跌了这么长时间了 漫长的一年多 跌了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长时间的下跌 只有四个地方是有利润的 这四个地方在哪呢 就在周线的CYC5 就可以把它找到 位置一 位置一 向上突破了周线的CYC5之后呢 有两周的利润 位置二 突破之后呢 这个利润不明显 位置三 突破之后呢 连涨了五周 连涨了五周 也就是在CYC5上面呢 走了五周 位置四这个地方 突破之后呢 走了两周 除了这五 这四个地方之外呢 其他地方是没有利润的 所以 成本均线 它的作用 很明显 很简单 也很直接 所以 位置五这个地方 也就是当前这个地方 周线如果向上突破了CYC5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机会 所以周线3067点向下 会不会在位置五这个地方 再次出现利润 就取决于周线CYC5 能不能像123一样去突破 所以呢 成本均线 今天我们第一个技术 就可以把它放在周线里边来用 再来看日线 日线呢 在目前这个位置呢 AB A和B是指数新低的 对吧 指数新低的 谁没有新低呢 C和D没有新低 这个地方我们新同学注意一下啊 新同学注意一下 我们刚才说这个贝离呢 讲到的是指数新低 而所对应的DIF线没有新低 贝离还有另外一种一个参考 就是能量柱 也可以用指数和能量柱来参考 A和B指数新低了 C和D绿色能量柱没有新低 所以 所以位置B也可以称其为低贝离 只不过呢 它是能量柱的贝离 能量柱的贝离比DIF值的贝离 级别要小 这个地方 新同学注意记忆 能量柱的贝离比DIF值的贝离 级别小 记住这一点 然后再记什么呢 C和D的中间你看一看是没有红色能量柱出现的 对吧 我们说红色能量柱出现会增强它的强度 所以我这两天在博客里面经常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日线有低贝离 只不过是贝离里边级别最小的一种 有同学还一直问说这个为什么说是贝离最小的一种呢 就是因为它中间没有红色能量柱 所以 日线的位置B 日线是有底贝离的 只不过它是贝离级别里边最小的一种 好 这个我们新同学应该能理解了 然后呢 日线在位置5是第一次金叉 位置6呢 是绿色能量柱翻红 所以呢 在日线周期里边 短期还是具备继续的反弹的需求的 再看最后一张图 最后一张图呢 就是上证指数日线的成本均线 这个成本均线呢 位置1位置2位置3一直到位置4 那么也就是说呢 日线的短期啊 在哪些地方有利润呢 很少啊 很少 就借助于50成本均线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呢 很多的风险规避掉 那么位置4这个地方 短期啊 明天如果进入分化周期 回踩50成本均线 如果能够止跌的话 那么反弹还会进一步的展开 像反弹 如果日线5日成本均线止跌的话 再反弹 就会向上挑战周线的CYC5 这样呢 反弹就会比较乐观了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周线 向下击穿 CY这个2132点 那么构成什么呢 构成周线的底背离 所以目前的市场呢 一共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呢 对我们来说 都是机会要大于风险 所以操作上呢 先做好左侧交易 仓位不要太重 做好左侧交易 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后期如果慢慢的突破了周线的CYC5 我们就可以把仓位呢 慢慢的去递增 日线的这个CYC5突破呢 因为现在日线的 我们看到日线的底背离 和五日成本均线的突破 他们两个基本上 粘合在了一起 这个空间不是太大 所以呢 五日成本均线的突破 在现在的突破 我们就不能把它 做为一个右侧交易了 基本上也算是左侧交易 所以右侧交易呢 就可以定义到周线上了 周线的CYC5的突破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市场 好吧 好 讲到这个地方呢 就把我们今天 所有的课程内容呢 就讲完了 那么对于今天的 所有 课程 内容 这个 大家是不是理解了 是不是这个 尤其是新同学啊 老同学已经学了 这一两个月了 对于这个 课程的收获呢 都已经有认可了 新同学呢 这个今天第一次听课 感觉如何 感觉是不是有进步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 这个我跟老同学呢 就经常说 我说我们呢 每天晚上呢 这个每天都有课 大家都很辛苦 我也在讲 大家呢 也要坐在电脑旁边来听 都很辛苦 还有的同学呢 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听 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辛苦呢 不要这个 这个 复制东流 最好是我们的辛苦都是有价值的 坚持每天呢 我们进步1%就可以 这样呢 最终我们在这个股票市场里边 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么 我一直保持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 这个 在这个市场里边很努力 如果我们很努力 很努力了 最后我们还是不行 那么我什么都不说 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这个 做到了最好 那么最终呢 肯定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也是一样道理 你付出自己的辛苦 自己的努力 做到了自己的最大的一个程度 如果说你说我学习孩子不好 那么我们有勋可原 如果说不经过自己的努力 单纯在股票市场 总想着在股票市场盈利 那么我觉得呢 是特别不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市场不是财富 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 而是财富转移的地方 我经常这样来举例子 假如市场只有你和我 我们两个人 我赚的钱 一定就是你亏的钱 你赚的钱 一定就是我亏的钱 算上手续费 我们两个的总资产还是缩水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一想 这个市场本身就是非常残酷的 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教大家方法 受制于 而不推荐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刚才那个例子 就你和我 你说你给我推荐一只股票 我敢买吗 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亏的钱被你赚走了 你有那么好心吗 对不对 我们放到这个市场里边 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这个 庄家 和我们散户 我们就可以把庄家比喻成一个人 把散户比喻成另外一个人 你想一想 庄家给你一只股票 你敢买吗 对不对 不敢买 为什么呢 就你们两个人 他给你一只股票 你赚了 他就亏钱了 对不对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 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以 学习 然后呢 掌握技术 最终的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然后呢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边 慢慢的去积累 最终呢 形成一套 永不踏空 永不套牢的这样一个操作呢 并不是一个难事 就包括五日成本金线用好了 实现永不踏空 永不套牢就没有问题 我在聊天室里边经常这样说 没有听过课的这个外面聊天室呢 就有人对这句话呢 就嗤之以鼻 就觉得这句话呢 这个老师说的太大了 说永不踏空 永不套牢 可能吗 如果这样的话 谁还亏钱呢 当然可能了 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操作没有执行力 是因为你的贪念 你的贪欲 所以才造成五日成本均线 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有偏差 如果没有偏差 严格按照的话 那么绝对不会深度套牢 绝对不会严重踏空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全部课程 好 我看我们新同学呢 说这个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进步非常大 好 这样就可以啊 这样我们的付出呢 就没有白付出 好 那么现在9点12 我们就不啰嗦了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明天盘中直播 我们再见 明天准备好问题 明天下午3点收完盘之后呢 我们进行互动答疑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